来咱们讲一下对象 咱们这个对象是非常重要的 上午我们说过一个事情 在ECma script里面 一共有几个对象 哪三个 一个就是EMC那个核心 然后第二个是Dog 第三个是Boom 是Boom 这课没法讲 这个 这个JS JS对象 这个里面大家来看 我告诉你们 其实这个分类方式是不唯一的 在我们这个里面 我们上午是不是说了三种啊 哪三种 有一种是叫ECma script对象 有一种叫 Bomb对象 还有一个叫Boom对象 对不对 这三个对象都分别是什么呢 这个是 ECma 就是咱们那个咱们说那个规范里面的 懂这个意思吗 那个规范那个ECma 那个组织 它定 它自己定义的一些对象 说白了刚才我们看到那些 你像那个字符刷 数字 那些本质啊 是不是都是对象 那些对象是谁规定好的 是ECma这种规范定义好的 你们 你们无论哪一种交本语言 前段交本语言 你都得按照我这套规范去走 明白了吗 这是他自己定义的一些对象 ECma ECma script s cript 是吧 这是他这个对象 还有一个对象叫什么呀 这是他这种自己的一个一个规范对象 对不对 还有一个叫DOM 这个DOM对象是谁啊 刚才我们是不是也简单有一个用法 刚才你们还记得Document.write吗 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对象 往我们那个文档数 HTML文档数里面去添内容啊 其实这个DOM就是控制那个那个树的 那个HTML那个文档的 行不行 行 大概这么了解就行啊 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叫BOM BOM是谁呢 这个BOM是谁呢 这个BOM就是咱们的浏览器对象 大家知道那个窗口吗 Window Window知道吗 我问大家那个Window 刚才咱们是不是一直在用一个方法叫Window 不是 那叫用一个方法叫Alert 你不知道那个Alert是谁吗 那个Alert就是Window对象 Window这个对象下的一个方法 Window是谁啊 跟咱们那个微软那个Window没有关系啊 它是代表着窗口的意思 浏览器的窗口 所以我们只有用这个浏览器窗口对象 才能去调这个Alert 有东西说你没有加Window啊 我没有加Window是因为它是一个全局 全局的一个对象 所以直接去应用就行了 但是它其实是Window这个对象下的一个方法 OK吗 而这个Window是谁啊 就是咱BOM对象下的一个对象 BOM下面有很多对象 Window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 你这个窗口是不是跟浏览器有关系啊 它属于浏览器封装的一个对象 明白了吗 知道这几个大概关系了吧 这个是 对 这个是操作跟 对对对 HTML相关的 这个是操作跟GS跟浏览器相关的 这是GS本身的 行不行啊 这是一种分类方式 我们得先知道一下它 上午我们说的 对不对啊 但是呢 哎 喂 那图片呢 没保存 我不点了个完成吗 行 我自己上面那个博会里边有啊 还有一种分类方式是什么 咱们得知道 大家看啊 它是这样分类的 有同学说怎么 它不同的分类方式呢 标准不同 对 标准不同 明白吧 比如说 比如说什么呀 举个例子 对吧 比如说咱们电脑 咱们这些电脑 对不对啊 电脑咱们如果按牌子分 是不是可以分开 分开几类呀 如果按颜色分 是不是又可以分开几类呀 分的标准不一样 是不是情况就不一样了 但东西是不是都是这些东西啊 对 就这个意思 那我们同样还是这些内容 咱们还可以怎么分呢 咱们还可以 看着 最上面就一层 叫EC CMAscript的对象 你上午睡着了 ECMAscript 是不是它呀 这是一个对象 OK吗 这个对象 它现在定义 我是最上层 就这么一个对象 OK吧 OK 那它下面有分分支 分为了哪几个分支呢 听我说 它下面分为两个 一个叫什么呢 一个 一个叫 Native Native Object 叫Native Object Native T-I-V-E Native Object O-B-G-E-C-T Native Native 什么意思 是本地对象 就是本地的 看到吗 还有一种 还有另外一个内容 叫什么呀 叫host object 这里不叫主意 这叫宿主 host object O-B-G-C-T 这个很难理解 是吧 其实说白了 我告诉你 跟刚才是一样的 你们知道 这个里面 其实是谁吗 这个里面 就是 其实就说了 ECMA script 它本身就说了 那我现在 刚才咱们是不是 ECMA EC script的对象 是不是作为 自己的本 就是自己定义的对象 对不对 那现在 它是作为三者之一的 那这种分类方式 现在咱们要说的 这种分类方式 是怎么说呢 那 现在就有一个对象 叫EC script的对象 明白吗 它包括两部分 第一个 它就认为 第一种 是我自己定义的对象 就相当于 咱们刚才那个图里面 第一部分吧 对 是不是啊 它就认为 这一部分 是我自己定义的对象 我把它叫什么 叫native object 还有一个 它定义的什么呢 叫host object 这个叫什么 叫非我自己定义的对象 不是我这个规范自己的 那都是外边的 都是别人的 那 我就叫host object 而这里面包括谁呀 就包括我们的dome 跟bomb 全是这一部分 bomb 还有一个叫dome 这两个对象 现在都属于这种 host object的 其实理解起来就是说 它自己分了一个类 你是我自己的呢 我叫native object 不是我的呢 我觉得bomb跟dome 明白了吗 就是一种分类方式 不太一样了 但是内容都是这些 行不行大家 对 那我们上午讲的这些数据 对象 包括我们接下来 讲的这些对象 其实都是哪一部分 bomb跟dome 跟bomb跟dome 有什么关系 我说bomb跟dome了吗 是不是都是native object 都是ecma script 自己定义的这些对象 你无论是数字 次幅串 包括咱们接下来 讲的函数 这些内容 是不是都是它的呀 都是它 document 我们是不是还没有详细说了 没有 只用了一个document document.right 对不对 document 我跟你说 是咱们所有的重点 为什么这部分 让你记得少 因为这些语法规范 第一 它很简单 第二 不值得一计 最核心的东西 在这个dome里面 不过我们还得 把这个本地的这些对象 拿出来一些重要的 说一说 好吧 看我点完成之后 为什么发不了呢 这图老白画呀 你点个最后 点了 不是应该不是 你学了 发球里面去 小虎你这个贱呀 结那张图嘛 明白咱们这个分类方式了吗 大家 OK啊 分类方式说完了之后 我们看看 它这是怎么介绍的 什么叫宿主环境 宿主环境 就是咱们的host object 它就是提供你的 ECMA ECMA 本身是不是就是一个规范 一个语法规范 对不对 那谁来应用这些呢 是不是我们的document的这个数 以及咱们这个bomb 这叫宿主对象 明白吗 你这些代码 是不是写在咱们的HTML里面 不不不 对 写在HTML 而操作HTML 是不是dome 这就是它的一个宿主对象 我存在于你这个文档里面 而我这个文档的执行环境 是不是在浏览器里面 它也就它 也是不是得依靠这个环境 所以说叫dome跟dome 都是咱们的ECA script 一个host object 叫宿主对象 明白了吗 嗯 它这样说完之后 这是global math 会 咱们会讲 这个也 所有的bomb跟dome 都是宿主对象 对 这就完了 那我们现在得说一个对象 所有的对象的 它的祖宗是谁呢 都是object的对象 object对象 object对象 我们学累 学过累 累对象 比如说这个累 继承了另外一个累 而另外就是它的负累 继承了这个负累对象里面的方法 它有没有 有 它能不能调用 它所有的属性 负累的所有的属性跟方法 是不是子类都可以调用啊 只要你是继承关系 对不对 那我们说过 所有的累 都是继承的这个object的这个累 对不对 那object对象拥有的方法跟属性 咱们的后来 咱们学的所有的对象 它都有 那这里面 它其实有个七八种 但是我们需要记的就一个 叫to-string 叫to-string 就是说 你现在这个对象 通过一个字符串给我返回 调用的 其实就这个to-string方法 那给我把最后的这个结果 转换成一个原始字符串表示 value恶务是什么呢 value恶务跟这个to-string 其实差不太多 只不过它就是 它有自己的适合的对象 有的时候用value恶务会更合适一些 但是你就知道 它们功能其实是一样的 都是返回字符串 对不对 value恶务跟to-string 都是为我们的对象 返回一个字符串 那到底我们有多少个对象呢 在这里面我们应该会介绍 谁唱歌吧 这个叫什么 我们的11个那只对象有哪些啊 大家看 array是什么呀 数组就是一个对象 没有啊 数组对象 这是字符串对象 这是日期对象 其实这个字符串对象啊 跟咱们的python有点像 它有的一些方法呢 这个gs也有 但是gs会做了一些更多的丰富 没有吧 它有自己根据这个web的一些特性 做了一些功能上的一些延伸 所以它会方法更多一些 data跟谁一样呢 就跟他python里面那个time模块 知道吗 time的 对 知道那个time模块吧 我们显示某个日期是不是啊 都在那个里面拿吧 就这个里面就是通过它 还有什么math 这些数学计算里面的 布尔值 number 这些是不是都是咱们的数据结构 数据类型啊 这些数据类型 咱们说是不是都是一个对象啊 OK function就是我们接下来讲的最重要的一个对象 函数 函数 有同学说函数是对象吗 是 Python当时给你们讲的时候 是不是就已经告诉你们函数就是一个对象了 global 是不是global 对 这是一个全局的 error 刚才我用到这个error没有 用了 我是不是通过这个error对象创建了一个实例啊 对 error括号里面写了个字符数 是不是啊 其实我在 我在创建一个错误对象 OK吧 这个知道的是什么吗 不知道 error 这是正则表达式 正则表达式 error error 对 rag expression 正则表达式 明白吧 经验词 什么经验词 还有object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原生类 明白吗 原生类和它的对象 object 这里面我们需要强调 怎么了 我们这里面要强调说的是哪几个对 哪几个对象呢 第一个是streen对象 streen对象 因为它其实跟咱们的python 它会多出一些功能来 所以咱们需要讲一下 还有一个对象 就是咱们的这个function 这是咱们主要要讲的一个对象 明白吗 什么 global是一个全局对象 这个我没用过 对我没用过它 但是是有 但是是有 的确是有这个东西 然后咱们看吧 我们现在说有除了none undefine的数据 看这句话 在gs里面除了none no 跟undefine的以外 所有的数据类型 是不是都被定义了成一个对象 你像咱们的其他那几种 三种数据类型 对不对 还有本身的那个object 那种数据类型 它都是对象 好 那我们这是一个大概的分类 数据对象 组合对象 高级对象 这个例子就是说 它就告诉你创建对象怎么创建 其实你们自己写一个对象 大家来看 我们比如说 我们写个字符串 怎么写 我们写个字符串 是不是s直接等于一个双引号 比如说hello 它是不是就是一个字符串了 是不是这样写 大家 我跟你们讲 这是一种简写的方式 实际上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去写 是通过一个实例 street类的对象 来拿到它的 怎么写呢 咱们说我这里面 去怎么实例一个对象 new 那个类叫什么 叫strng 大写的s strng new 里面加上一个具体你想要的 hello 二 这才是创建了一个 new 字符串对象 给它付一个s 明白这个意思了吗 上边的这种形式 只不过是下边这种形式的一种 就是一种 对对对 你叫什么都行 就是它其实就是 为了让你写起来更方便嘛 对不对 它是把这种形式给你封装 封装起来了 不是默认 是它内部 它是要想实现一个字符串 它必须得调用这个类 OK吗大家 所以我们打印一下 看是不是一样的 alert一个s 然后再一个s hello hello 是不是一样的 对 我们以后写 是不是直接去写这种方式也行了 但是简写的方式我们得会的话 但是本质上是什么 你们也得明白 明白吧 这是实力化 实力化对象的一个写法 跟我们python之区别 是不是就在一个nure上 跟我大python之区别 来 这是一个sign对象 还有其他的也是这样 我们现在接下来要说的就是 方式了 方式是咱们今天的重点 我得今天肯定得给你讲个重点 要不明天全是重点了 因为明天还得讲道门跟报门了 咱们的这个 这不刚六点吗 下什么课呀 不知道 不还一个小时了吗 一个小时能讲完 来 这非常简单 好吧 我争取20分钟讲完 好吗 来 讲一个什么呀 讲一个方身对象 方身 方身对象 对吧 好嘞 咱们知道 函数 咱们把它叫什么呀 咱们是不是叫这个 18分钟是吗 OK 解一下 视频 咱们 要 ्